抵达酒店时,夜已深,门口两扇玻璃门徐徐打开,像是有人温存的拥抱。 这里是通理老师在成都的家,成都群光军月。 熊猫是成都不可或缺的元素,军月这几只熊猫并没有穿上其装衣服, 而是自然随性,有着一种原始纯朴的好看。 成都群光军月有着一个虚构的故事线,一个法国人在成都的家。 当我住下来,并没有感受到太多法兰西元素, 更多的还是纪玉堂,他个人的设计符号。 纪玉堂对家的理解,是总有一盏灯为你亮起, 他或许是在一段走廊的尽头,或许在你客厅沙发的背后。 这次住的是基础套房,整体以原木设为主要基调, 既是元素随处可见,比如大号的玻璃圆桌, 电影幕布般的罗马莲,打通空间视觉的镜段墙面, 以及各种憨态可居的动物。 大师总是善于在日常植物中,提炼出属于自己的审美印记。 浴室用到了纪玉堂中爱的英国卫浴品牌, 双洗手池被中间的置物价隔开, 两边各自安好,互不打咬,浴缸短小了一些,体验一般。 灯光幽暗,水气弥漫,酒店的高级感呼之欲出, 只可惜的淋浴间,这坨前任住客留下的金色毛发, 属实导人胃口。 在成都,酒店的马桶居然不是未洗力,菊花的幸福感不强。 卧室走的是清新脱俗,去油去腻的无印良品风格, 就连房间内的开关,都是一种棉花糖般的白。 床头灯让我想到了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, 床品铺得非常工整,枕头都立得起来,显得精神一些。 成都群光军越是先有建筑,再做装修, 房间的层高比较低, 为此,客房内的家具似乎都矮人一截。 长旅客中有人吐槽这家酒店是矮人国设计, 但实际体验没有那么夸张,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大长腿, 怀疑酒店给我的备注是大水牛, 瓶装水多到可以开小卖部, 据说5100年的水, 大批量采购也就一块多一瓶, 所以你们就不要再嫌弃农夫三全了。 健身房人超多,没拍, 泳池有一个通向蓝天白云的天井, 强烈的明暗对比,美轮美奂, 实用性比较差, 个人感觉更像一个细水池。 成都群光军月不同于传统军月那种与生俱来的宏伟感, 它小家碧玉, 散发着类似于百月的旅居美感。 我是派克, 我们下个节目见。